你不可不知的十大瘦身饮食物区 哈喽大家好,我是Stella 上一个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了四种食物 今天会进入第五种食物 第五种,把肉食距以千里之外 蛋白质是燃烧脂肪不能缺乏的重要元素之一 它可以促进我们身体脂肪的新陈代谢 所以如果在进行瘦身的时候 身体要达到燃烧脂肪的话 记得一定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 肉类也是蛋白质的来源之一 所以在进行瘦身的时候 尽量选择适当的肉类 想要瘦了不松火的话 记得要摄取适量的肉类 第六种,喝零卡路里的饮料 零卡路里的饮料 虽然名字是称为零卡路里的饮料 但是不代表整个饮料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其实在零卡路里的饮料里面会添加了人工甜味剂 所以你在喝的时候才会感觉有味道 如果长期使用人工甜味剂的话 是会导致身体的脂肪增长六倍之多 你还敢喝吗? 第七种,选择低卡路里的食物 低卡路里的面条,蔬菜,沙拉,优格 这些都是属于低卡路里的食物 但是如果我们长期只吃这些食物的话 就会导致身体的营养不良 这样的瘦身方式会让我们看起来非常憔悴 又无精打采的 选择适当的瘦身方式 那瘦了过后才会看起来年轻更有精神哦 好啦,那今天的十大瘦身饮食误区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还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记得留守我的下一个视频 那如果上一阵视频没有看到的话 可以去我的Facebook Page 去找回第一个视频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